这是中央山脉 今天是2022年的7月11号 天气又是非常炎热的样子 万里无人 这边也没有人 是不是很可怕 我今天要去玉里镇 把前几天在刘一峰神户的大卖场 看上的一台电子琴买回来 昨天我有来玉里镇 但是刘一峰神户的二手物流 没有开门 这里是刘一峰神户的大卖场 这里有鱼 这里有小朋友 这里有衣服 成人的衣服美贱 这么小就有女朋友了 这么小就有女朋友 你好 妞妞 我今天我来拿那台钢琴 电子琴 这个钢琴就是我今天要拿走的 它还有钢琴仪 它不是钢琴它是电子琴 这里有两层键盘 底下这个也算是键盘 我拆开咯 拆开了就能装件车咯 才成这样子就能塞上我的车了 买到电子琴后 我们还有时间决定在狱里逛一逛 天气这么热 当然是去找个地方玩水了 我想到了去洗衣亭腊凉 洗衣亭的水是地下生出来的泉水 当地人会在这里洗衣服 要拿一个衣服来洗才能像你 可以洗口罩洗衣裙 但是地下水生出来的 哇 居然有虾子耶 快看快看 有虾子 筒罐的旁边那里 仙草乃洞那一家 那家是老店 去里面吃小木屋 小木屋这家还不错 然后还有就是 不定人啊 不定人行这边那一家 筒罐的旁边那里 仙草乃洞那一家 那家是老店 他带着一大碗冰也来纳凉 他告诉我 玉里哪里的东西比较好吃 还告诉我们 在餐困大卖场背后 有另一个水量更大的洗衣亭 我们决定去找找看 路上看到黑熊馆附近 有活动的样子 听了一下 发现现场来的嘉宾 都是附近的名流 每个人被点到名 就站起来质疑一下 我觉得除了被邀请的嘉宾 就是媒体记者 几乎没有民众 估计我们两个 就是现场唯一的民众 这个洗衣体 洗衣池在这里 我们来泡脚去 真的有人洗衣服 水量果然很充足 你好 好玩吗 凉快吗 我可以进来吗 我可以进来吗 为什么不干脆 用大一点弄个游泳池 这个是洗衣品 他们来北冬 我搬来北冬的 我们这边在 这里 阿空的大火机出来了 这个就略过好了 我们就看长梁部落的小泳池 大名贵姓 你的原住民名字叫什么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一定有人会好奇 跟我在一起的这位女士是谁 小黄啊 她是我今天邀请来帮我 搬电子琴的朋友 她是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者 她跟我来到加拿那部落 就是想看看 能不能在这里找到在地人 协助她下半年在花莲县举办舞场 放入铁链狗的纪录片的铺放活动 不是铁链女的纪录片哦 是铁链狗 她在一家NGO 做动物贫穿的教育工作 回到家 把70公斤的电子琴装好了 可是我居然有两个配件忘了拿 音箱盖子和钢琴凳子都没有拉 我明天得再去一趟玉璃镇 我想学钢琴 零基础 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学会 左手弹和弦 右手弹旋律 我觉得我能够学会 我是佐拉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